明白空性物体 学会克制自己 师父今天给大家讲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什么是不以物喜 就是不要以为 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 或对所看到的 世上的一切事情 不要特别高兴 因为任何事物 都是虚幻的 并且会变化 比如 明明看见这个东西 好像是真的 好像是很开心的事情 实际上 它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给你带来欢乐 也并不能够 让你得到欢喜 因为你们看到的事物 可能是表面上的 它不一定是真的 实质性的事物 存在于人间 比如说 你中了六盒彩了 就算钱再多 你慢慢也会用完的 如果你中到一个大奖了 也有可能会惹来一些杀身之祸 就是说 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 而让你内在的心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 不要让你的喜怒哀乐 来影响你的感情和生活 大家要明白 我们做人有时会因为不懂 而拿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来作为自己的喜怒哀乐 比如在外面有开心的事情 回到家 回到家也开心 如果在外面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回到家就很不开心 实际上 你的情绪已经被别人和物质控制住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不要被人家控制住 也就是说 不要被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所利用 所控制住 明白了吗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 就是不以所有的物质上的东西 所有你所看到的 见到的东西为喜乐 要实实在在的 懂得这一切都是假的 不以己悲 就是说 不以为自己 接受了现实痛苦 而想到悲伤 不以己悲 是无我的境界 是不感觉 自己一直在受世间的 一切所影响 不以己悲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世上 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悲伤 你不要以为 自己已经在受这些悲伤 这些苦难了 就是让你要忘我 让你摆脱自己 自己要离开这个悲伤 因为我们在世上 都会有很多的悲伤 所以我们 要不受世间一切 色受想行时影响 也就是说 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 我们所想到的一切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和意识形态的东西 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顺着它去 不要感到自己 哎呀 我这个悲了 我就很悲了 这个事情 我受了苦了 就是很受苦了 你不要把这些东西 从精神上 来承受它 因为精神上承受它 说不定 你的精神上 是在用它 也就是说 你这个空性自然体 这个空性自然体 其实就是 让你能够接受 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有物品 你家里又有一个仓库 你可以堆放起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 空无一物的东西 你应该拿什么来接受呢 要用气球吧 那你也应该有一个气球 来接受这些空性物体 但是当你接受了 这些东西之后 你有两个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用像器皿一样的东西 来接受这些物品 还有一种 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它是空的 它是幻觉 就像你有一个气球 那这些东西 就会装进你的心里 师父现在 教你们学佛的人 不要有这个气球 而是要把这个气球 给它弄爆掉 要无我 要在你们心灵深处 没有这么一个 让你接受一种 心灵受伤的东西 你的心灵就不会受伤 听得懂吗 因为心灵受伤 是进到了 你的心灵之后才停住 才让你受伤的 明白了吗 真正当心灵受伤的时候 是因为你有这么一个东西 来接受它 所以你的心 才会受伤 如果你连这个心 都没有的话 你说 你的心怎么会受伤呢 所以外围 是一个空间物体 内在 是一个空性物体 而这个空性物体 实际上 就是让你忘我 忘却自己 让你把它捅破掉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 你讲我也好 骂我也好 你讽刺我也好 你让我很伤心也好 我都没有这个 接受它的能量体 所以我就不会悲伤 我也不会难过 我也不会激动 我也不会伤心 受伤的人就是 因为他心中有东西了 因为你骂了他之后 他接受了 你的这个臭骂 对不对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在生活当中 人家说 要来打你了 你脑子里 只要一想到 他可能会打我 你马上会感觉 浑身不舒服了 因为你心中 有这么一个 装着 打你的 这个能够承受 意识形态一样的 一个器皿 你把它接受进来了 接下来 你心里就难过了 你就发呆了 发吃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 人家骂你 你会伤心吗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根本无所谓 不在乎他说什么 什么时候会没有呢 神经病骂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生气呀 你会不会生气呀 因为你知道 他是神经病 你的这个器皿 那个时候 是没有的 是不存在的 而当你这个器皿 存在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受伤了 明白了吗 所以师父给你们讲 脚步以己背 就是自己不要悲伤 不要承受世间的 一切色受想行时 对你的影响 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受 你就没有痛苦 比如现在 我明明心里很痛苦 但是 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觉得痛苦 本来这个事情 你要拼命去想的 而你现在 没有去想 因为这个事情 本来就不该你想的 对不对 行时 就是你行为和意识 你的行为没有去做 就不会给你带来 所有的果 你的意识不去想 你的意识 就会很干净 你的意识 为什么不干净呢 就是因为你想了 你想得到某一样东西 你想的太多了 你没有得到 你就开始伤心了 这个意识 要受到自己的控制 这个行为 也要受到自己的控制 但是 真正能够控制它的是什么呢 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控制什么 连意识都没有了 你控制什么 神经病 是没有意识的 我们不是神经病 我们有意识 但是 我们要把它 修炼成 像无意识 就是说 大智若愚 明明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 他像傻傻的一样 要有聪明 要有智慧 而不能真正的傻 听得懂吗 所以要大智若愚 要修到一定的时候 你的大智慧 已经超过了你的鱼吃 超过了你的傻 这个人 才是装傻 虽然有的人 会装一点 但是 装得不够像 经常被人家看出来 那就算真傻 你有本事 不是装的 是自然的 是很自然的 一种流露 就是 我没有意识 我真的没有想 那你的脸出来的 是真的 没有想东西 如果你想过了之后 你把它掩盖起来了 比如 你挖了一个坑 但没有埋地雷 只想吓人家 和你真的埋上地雷 虽然导火线 没有放 这两个感觉 是不一样的 就像很多人 到你家里来 你根本没有想 请他吃饭 但是你说 饿了吧 来来来 饭准备好了 来吃饭吧 但实际上 你厨房间没有菜 和你准备有菜 这是两个概念 大家要明白 学佛的人 要懂得客气 要忘我的境界 就是要克制自己 把自己的境界 完全忘掉 要不受世间的 一切影响 然后 靠个人自身的 坚持和毅力 那么 你怎么来坚持呢 我的这位弟子 老妈妈 最有感受 你说 你这几年开始的时候 辛苦不辛苦 非常的辛苦 你克制的 难过不难过 非常的难过 但是你有毅力 你坚持下来了 你就成功了 在这个当中 你有很多次 克制不住 对不对 差一点 自己想不通 出走 还想 我自己一个人住 还挺好的 你这种想法 当时 都有过的 但是 你坚持克制自己 最后你胜利了 因为你有毅力 如果你现在 是一个人住的话 你想想 到时 你死在家里 都没有人知道 多悲惨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么反过来讲 第二点 你想想看 如果你恨孩子的话 孩子能不能 给你最起码的帮助 他做不到 甚至连孙子 都不给你看 对你来讲 一个老人家 脾气倦 有什么好处 所以学佛的人 知道自己错了 要坚持地改正 要坚持有毅力的改正 有毅力 不单让你 往好的方向努力 要有毅力 实际上 这个毅力 还包含着 你很痛苦的坚持 你很痛苦的 和坚强的信念 就像很多人 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能坚持吃苦 他吃过苦了 苦尽甘来 对不对 你看病也是这样的 医生给你打针的时候 你痛不痛 但打完了之后 你就不痛了 牙科医生 给你磨牙的时候 你痛不痛 磨完牙之后 你就不痛了 难道就是因为 磨牙很痛 你连这个牙 都不要补了吗 就是这个道理 学佛也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 不能坚持 不能有毅力的 去修行 去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 这个人学佛 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坚持和毅力 非常重要 因为等你坚持住了 你越过了障碍 你有毅力的话 困难将不会是困难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爬山 困难不困难 等你爬到了山顶 接下来 往下走的时候 还困难吗 你就没有困难了 所以自己要明白 一定要懂 我们克服了困难 我们就能坚持 和有毅力的活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